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来宾 今天我们共同见这一个新人走入婚姻殿堂 请允许我先介绍参加本次婚礼的来宾 他们分别是江南基地市市长叶周 周老来了 周 周老 周老 我 一个婚礼私营 却主持了一场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婚礼 这是我职人生涯的巅峰 不 是整个婚礼私营群地历史上的最高峰 我得写进回忆路里 现在 婚礼开始 婚礼开始 你守护世界的这个心愿 我来帮你守护我 你守护世界的这个心愿 你守护世界的这个心愿 相信我 无论那架制飞机飞向何方 都会永远记得 那个最初的地方 最初的我们 我等你 永远来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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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害怕 我会牵着你 我等你 我等你 也许时间匆匆 有太多细数 可以 有太多留不成的 阿童 可许客 我肯定是 你不肯定吗 你不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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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 柔锋 愿意娶徐欣小九为妻 无论贫穷富贵 无论健康疾病 无论时空如何轮转 无论相隔 记忆光年 徐欣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不我害怕 我会牵着你不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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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许时空虽 有太多稀释 最小心的 一切都会革命 让我们 恭喜这份新人 只想和你一起 陪我一起 老去啊 国民一计 那是银兰帝国 星际舰队的驻扎基地 你们地球八王虎星的 探测器始终没有收获 就是因为 探测器一旦进入驻扎基地范围 就会出现故障 或者被抹去储存 星际舰队就驻扎在火星上了 那地球没理由不被发现啊 怎么人类历史上 从没有过外星人入侵地球呢 人类历史才几万年 你怎么知道几万年前 外星人没入侵过地球 告诉你吧 这片西域 在被主人统计之前 本来就是属于云兰帝国的 云兰帝国 像地球用于木野 绝养一星厉害点的怪兽 幸福后 买出去赚钱 绝养怪兽 交易赚钱 难道 七千万年前那次 没错 恐龙就是当初 云兰帝国用来贩卖的怪兽 因为削弱太好 被竞争对手 其他星际卖家偷袭 在七千万年前 用小行星摧毁了畜牧场 统治地球两亿年的恐龙 这是一件商品 你看 这些金字塔 跟地球的是不是很像 地球的金字塔 是怪兽牧场主的住所 等级相度较低 随着地球脱离云兰帝国掌控 现在已经荒废了 这是一条开发中的矿脉 火星上有极为丰富的金属矿藏 当初云兰帝国驻扎在这里的星际舰队 除了运送怪兽商品外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开采这里的仪太精进 舰队被主人一击全灭后 开采的仪太精进 就全部只留在火星了 这个舰队是被护炎博老师毁灭的 它为什么要摧毁舰队 仪太精进又是什么 地球上好像没有这种金属 仪太精进是一种宇宙金属 品级是A8级 偶尔会随雨时坠落地球 你们地球人 称之为天外旋起的 宇宙中的金属由A到Z 品质递增 像你的赤魂铜舞残片 其品质就是F9级 是极为昂贵的金属 而你的金角巨兽分身 已经进入恒星级三级 修炼本尊天地 则需要吞噬B级金属 如果达到宇宙级 就需要C级金属了 知道我带你来的好处了吧 知道了就赶紧干活吧 不需要你的精神念力 扫描准处矿麦 时间不等人 每座仓库都等着我们搜刮呢 好嘞 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扫描完毕 扫描完毕 开始搜刮 好嘞 哇 啊啊 啊啊 小霸塔,我们搜刮了多少? C8级金属,2.34吨 B8级,33,600吨 A8级,否计奇数 我们把这些全部收纳进储物空间 赶紧返回地球吧 等一下,你忘了最大的一份宝藏 还有宝藏? 我们这里搜刮的一干二净了呀 这里最值钱的,不是矿脉 也不是仓库里的存货 而是,完全用以太精进建造的金字塔本身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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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为什么要费劲收走那么多啊 你不想想 明兰帝国星际舰队开采的矿石是干什么用的吗 可以用来锻造 还有 脚印 对啊 你看晶晶虽然不贵 但如此庞大的数量 也是一笔巨款啊 将其兑换为宇宙通用货币 可以购买营养仓 提升你人类本尊的身体素质 可以购买高阶念力兵器 提升你的战斗能力 也可以用来给魔云堂升级进化 你想要踏足宇宙 它就是必不可少的启动资金 就算是走出了地球 金钱还是必须贫 好 李老师雨落之前 通过虚拟宇宙网络 给你设定了这三个账号 并且 只需要你本人实力达到要求 亲自去领 所以 在你人类本尊 踏入彭星级之前 这批金金 是你唯一的收入来源 呼颜博老师 爸爸他 我刚刚就讲问了 呼颜博老师 为什么要摧毁这个星级舰队 舰队被主人一击全面后 开开的一台金金 就全部只留在火星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主人虽然是不朽级强者 但还是遇到了更强的敌人 他被敌人重创 为了避免追杀 他掩盖了太阳气 以及周边几个星级的坐标 使之成为宇宙中的虚无区域 火星上的星级舰队 只是被殃及的池鱼 一种之星级舰队 只是不朽级强者顺手消灭的池鱼 你们地球也是 一旦虚无区域被发现 整个地球就会变成一件商品 获得这件商品的强者 可以随意决定地球人类的生死 我要做的 就是在地球所在的虚无区域被发现之前 尽可能地变强 经极限独管方面确认 曾与金小巨兽英雄作战的红和雷神 于数日前苏醒 寒夏军风发验人表示 两人的俗性或将有利于全球局势稳定 管主 管主 罗峰 还有各位 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们操作内外事务 辛苦了 我和雷神先入沉睡后 你救下我们 并舍下一切杀死尽叫绝手 之后 你又在三巨头后乱世界之际 迅速除掉他们 你每一次行动 都及时将人类从危机遍远 拉了回来 罗峰 谢谢你 我能一路走到金钱 也离不开大家的扶持 我们也别客套了 罗峰 我错过了你的婚礼 作为弥补 得好好痛饮一番 连兽 我们也喝一杯吧 好啊 经过金角巨兽一战 地球怪兽竟不足为惧 但是 上方的广袤星空 神秘深邃 无穷无尽 如同一片黑暗森林 还不知道 隐藏了多少未知的凶险 地球局势恢复平稳以后 我和雷神在商量接下来的安排 什么安排 我们从古文明一记中得知 地球只是银兰帝国疆域内的一颗五主星球 的确 我听爸爸他说过 地球不受帝国直接管辖 由于宇宙国度中 普遍存在奴隶制度 像我们这种无主星球 一旦被发现 那将是噩梦 地球人会沦为奴隶 甚至地球本身 都会被贩卖 我们能做的 只有让自己变强 算上我一个 就等你这句话呢 我们三个作为地球上的顶尖战力 以后就一起修炼吧 从今天起 我是老二 红哥就是老大 你就是三弟 我们结拜为兄弟 共同进退 他们两个悟性高 也有决心 只可惜 没有事成 没有好心 他们要突破这恒星级 至少要 六十年 爸爸他 我们有武者修炼秘技 就传授给他们吧 这怎么行 不是我羽木星弟子 绝不外出 要不这样 这个行 想不到 搜遍整个悟道也毫无头绪的外星文明 正在此处 老三 这里就是羽木星在五万年前留下的 羽木星一直在地球寻找合适的人选 不知道大哥二哥 愿不愿意成为羽木星一脉的弟子 据老三所说 羽木星被毁 现在只剩下他一名弟子 和一个相随的智能生命 也就是说 咱们不仅可以学习本理啊 而且没有规矩束缚 我们两个当然加入 以为主人不在 就不用守规矩了 混蛋 你们两个不得失门 该打该反 老三 这个头上藏脚的小姑娘 难道就是 既然要拜师 我也没必要隐藏了 我就是智能生命八八塔 虽然主人不在了 但我会替他老人家 教育你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人 从今天起 羽慕心又有两个新弟子了 红 雷神 磕头拜师吧 办事完毕 该轮到修炼了 大哥 二哥 木牙精有助于修炼提升 你们一人四十个 应该够用 哇 这么多 老三 这难道是你的存活 这是羽慕心缔造者 也是我们共同的师父 胡言伯老师留给我们的财富 嗯 嗯 竟然是这样发力的 我的九重雷刀跟他一比 差太多了 江界清晰 连一些所谓无法言传的意境 都写得清清楚楚 哼 那是自然 诶 龙凤 风和雷神的悟性很高 有了眼魔性的传承 肯定会有爆发性提升 你会不会怕他们甩开自己一劫 从行星级到恒星级乃至更高级别 每一次提升 都是生命层次的跃迁 突破非常之难 不过呢 现在你的根本是体内世界 目前体内世界是恒星级三级 只要不超过这个等级 你的肉体成长 就没有所谓的瓶颈 所以 你完全能以最快速度 提升你的身体 我会做完安排 船长 我们逃出来了 逃出来了 本来以为死定了 想不到这里居然有个自然冲动 真是九死一生 快确定冲动风标 通知加速 船长 怎么了 这里是 银河系的信物区域 什么 就是那个数万年前 被神秘强者掩盖住 座标的虚无区域 是吧 船长 我们发达了 据说那个强者已经晕落 那么他所掩盖座标的虚无区域内 一定有重爆 传我命令 立即搜索这片区域 尤其是有生命的星球 我们要 站立这里 好 好 好